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12集 我是310 那么书届上回 这个提尔的地窖虽然可以去了 但是我想一下 经过我合理规划 还是先不去了 我们先做一个支线 这个支线是新德里的支线 我尽不相信 然后后一段短短的认识 菲亚会订阅 一段时间他真的变成功了 他似乎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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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了她很多想法 我仅仅仅记得他们的 一切都保持了 我真的相信 全都比较好比较比较比较好 而 Odin的真正面表现了在最终的结果 他赢了菲亚的信息 她教了他一些她的魔法 这里米米尔的讲了奥丁和弗里亚的过去 这个对话还挺长的 咱们慢慢听嘛 以后划船的时候他都会接着讲的 然后这个他也提到了 这个索尔是奥丁和那个女巨人的杂交场 老附近心里只有搜刮 拿什么讲什么故事 搜刮最重要 这个法复纳储物间的任务 可以搜刮东西特别多 尤其是大量的桶子都掉在头上 所以要经常抬头看看 像这样你看 一路过来已经打了多少个桶子了 然后还有乌鸦 这个法复纳储物间的乌鸦有五个特别多 怀疑这个法复纳是养鸟了 好 这里我们把这个解放潜能的护身符升级一下 然后这样这个装等稍微提高一点 然后把这个儿子的这个技能也升一下 乌鸦杀战升到顶 然后把这个复仇女神的这个 练刃的符文攻击也升到顶 现在这个经验还是挺多的 但是呢经验到后期也不怎么够用 因为这个用起来都是一万多一万多 很快怎么说攒的也快 这个用的也快 我们尽量装这个高级的这个传奇 紫色传奇的这个叫什么符文 咒术啊 这样的话呢这个可以把装等拉到五级出头 然后进去以后哎又是个乌鸦 这个法复纳呢 虽然说也是有故事可讲 但是这个故事比较复杂也比较长 而且跟这个矮人Block的这个直线任务也有关系 所以说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讲 上来呢一场这个杂兵战 这个杂兵战配置比较齐全啊 什么兵种除了这个重型的以外都有 而且咱们咱们也没有这个这个叫什么 食人魔案 没有这个独眼巨人做技帮忙 所以说这场战斗要自己打 还好他们等级也都不是很高 四级 这里呢利用战斗的时候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这个法复纳的储物间这个任务啊 他最早解锁呢是在这个亚夫海姆回来的时候 精灵国度回来的时候 他会那个辛德里会给你这个任务 然后呢在这个任务做完 以后再加上这个满足水位第二次下降 这两个条件的话呢 辛德里会给你另外一个任务 这两个任务呢是从剧情上是连贯的 所以说这次我们就把这两个任务一起一起做掉 刚才有打掉一只奥金乌鸦 一共五个已经打掉四个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诺伦女神的宝箱 里面是怒气这个这个号角 但是我们这里不着急开 因为现在是满的 等到里面去打完再出来开也不着急的 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藏宝图 这个藏宝图 应该之前是在这个远古诗轨的废墟啊 那个那个小岛上面捡的 这远古诗轨的废墟呢 它明明是一个这个第二次水位下降的时候 然后才这个才才才解锁的一个场地啊 那为什么他这个藏宝图放在那儿 然后这个副本这个支线任务 其实就是副本 这个副本又是早期可以来的 这个游戏怎么安排呢 其实他安排的非常科学 因为你做完这个新德里的后续那个任务以后 你会发现还要再回来 所以在回来的时候再捡这个藏宝图刚好 然后进来以后呢 又拿到一张这个藏宝图 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收藏品的这个进度 五只乌鸦拳打掉了 然后这边捡到的藏宝图呢 是这个 这个是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捡的 第一次上山之前啊 应该说第二次上山 第二次上山不是因为一开始也是被黑雾挡住了吗 我们去那个精灵国度去拿了光 然后拿世界之光以后 你再上山的时候 你再上山的时候 就可以路过这个宝藏点 那个时候你如果已经来过做过这个任务呢 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时候挖掉这个宝藏 但是这个宝藏也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说呢 我当时也没去 而且最主要原因是这个法复纳的储物间这个任务非常难 敌人等级都很高 所以说尽量等级高一点的时候再来打会比较好 比如说像这个房间啊 上来以后两个红色的敌人 但是我们用一个这个外遇重击点燃这个油罐 然后再加上一个双决两个伏纹攻击放回就搞定了 选择这个时间点来做这个任务呢 有几个原因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呢 接下来这个过了提尔地窖的剧情呢 我们就要上山了 那么最好是在上山之前呢 把刚才那张藏宝图给剪了 这样上山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把宝藏挖了 就不用带特地跑一趟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 升级一些装备的时候啊 可以发现上一集已经出现了这种就是一些基础素材不足 导致这个没法升级 主要就是因为咱们支线任务做太少 几乎都没怎么做过 所以说呢 这个适当的做一下支线任务 然后呢 考虑减一些这个素材 适当有一些啊 这样的话 后期升级不会太尴尬 缺这个缺那个 比如说像这个房间前期来也非常难 前期来的话 我记得这个敌人是 他这个敌人也会根据动态来调整这个等级啊 你等级高了他们也会涨 但是他涨不如你快 比如说你亚夫海姆回来的话 应该是只有二级到三级的样子 这个时候这个敌人应该是五级还是六级 好像是六级 老父亲只有只想是搜挖 所以那个时候你想 三级两级打这个六级多难 而且那个时候只有一把武器 像刚才那个毒池你就不能靠近 要不然你把斧子定到上面 把这个毒池停了 那你就没办法打这个 这个没法输出了 只能用盾牌空手输出了 要么就别进毒池 现在的话就方便很多 这儿我们把赫尔之处也伸下去伸到定 现在就方便很多 这个斧子上面定 咱们还有第二把武器啊 在输出的时候就很方便 再加上这个 符文也 卢恩符文也多了好多 再加上儿子技能也多了 等级整体也高了 现在五级打七级 就不是那么难 这个房间进来呢 是这个 女巫啊 女巫直接把她这个防护罩给射掉 然后直接爆七分时刻就行 伤害比较爆炸 这边转圈还会刷一个 但是她刷有点慢 我这里 犹豫了一下 要不要这个解除暴气 算了 全部打掉 一人一个石头 公平 这样咱们暴气就用了 不过没关系 后面也不怎么需要暴气 这个赫尔之处加上 这个 炎魔风暴 加上这个炎魔风暴的套路也没打错 算了 暴气就完事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 来这个任务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她这个 剧情啊 剧情跟主线也是有一定的串联的 所以说我认为 在这个上山之前 把这个剧情给做掉 把这个法复纳 也就是心得理的这个 这两支线任务 连着一起做掉 从巨型铺设上面 会比较合理一点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见解 前期没来做这个任务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任务 太难了 敌人等级都特别高 然后给的奖励呢 又很一般 这个任务 只是一个前置 心得理的第二个任务 给的东西才比较好 这个房间的话呢 是狼 我们先让儿子射箭 把他麻痹了 麻痹完以后到他身边 对准那边刷下来的 两只狼一起 来一波这个双巨人 除大地 就差不多了 后面还会再刷两只 但是这个 因为狼很容易打出硬直嘛 所以说 再加上这个麻痹也比较方便 你看 这种房间 如果你当初 这个 这个 打完精灵国度来的话 那受不少苦 现在来 我就轻松很多 而且那个时候来的话 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要取得这个报酬 也不是特别 关键 所以说我觉得 不应该在那个手来 来做这个任务 Brock也有类似的 第一次接这个Brock的任务呢 是这个水位第一次下降 Brock没有跟你说这个任务的事 但是你如果去了那个点呢 你探索到那个点呢 他就会给你这个任务 然后呢 Brock的第二个任务呢 同样也是要第一个任务做完 然后再 这个满足水位第二次下降 这个条件 这样他就会给你第二个任务 然后辛德里和Brock 各两个任务做完以后 你就会解锁第五个任务 第五个任务 给的这个报酬可就厉害了 但是呢 这个第五个任务要接啊 也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比如说主线剧情啊 要进行到第二次去这个赫尔海姆 也就是估计是咱们下一集的内容 所以说我打算呢 就是这一次先把辛德里的两个任务做完 然后再把 到这个 鸣接回来以后呢 再把这个Brock的两个任务做完 这样就可以做他们的第五个任务 这里我们达到一个叫什么冰霜远古诗鬼的狂奴啊 这个是对远古诗鬼宝具啊 我们升一级非常厉害的 虽然他升级的经验比较多 但是我们现在经验也多 过怕 此刻不方便发表意见 对话完了 这个任务还差那么一点 会刷这个食人魔 食人魔我们一定要劝详 使用这个三套劝详大法 第一套 再来第二套 第二套被打断了 没关系 发生一点小意外 这边又刷出来一个食人魔 两套连去记下 他就被我们说服了 被说服以后就成为友军了 对付这个远武施鬼 对付这个食人魔 第一时间劝详 劝详强以后他就被非常厉害 好 这个用完以后呢 记得这个收拾一下 这个环保 好 这边还剩几个这个梦魏 这个就没什么危险 好 这样 这样的话这个法复纳的这个储物间的任务呢 就算是结束了 刚才这个王魂呢 说他儿子把他杀了 然后呢 他自己曾经也把自己老爸杀 说认为这个儿子是想篡权啊 其实呢 这个儿子他也不是想篡权 这个事情呢 我们等到做到这个新德里的第二个人之间任务的时候呢 就知道剧情 老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觉得我是篡权杀了我老爸 他肯定杀我也是 为了这个 为了篡权 儿子呢 认为是为了这个宝藏杀老爸实在太过分了 好这里我们遇到了这个远古诗鬼了 我们来试一下新拿的这个宝具啊 还是要找棵树 挡住他的攻击 奥特光线 这套这血条掉了是不是很爽 以后咱们碰到这个远古诗鬼都不虚了 如果你提前来这个法复纳的储物间 把这个任务做了 把这个东西剪了的话呢 你后面打这个远古诗鬼确实会轻松一点 但是你仔细想想 除了这个光之国度 亚夫海姆的那个远古诗鬼 以外啊 你还有什么地方会遇到远古诗鬼呢 强行遇到的其实并不多 我们剪一下他的掉落物 锁挂一下 之后我记得是在这个 索木尔的那个尸体那个地方 刚才我指的那个小的高台啊 你要是不想那个这么刚 你可以在那个高台上面慢慢扔斧头打他 也是可以的 很安全 他那个射箭射不上来的 这边这个宝箱开一开 拿到最后一个这个血米酒的号角 这样的话我们的怒气草也到上线了 同时获得一个奖杯 我们把这个符文攻击给换回来 想想这个远古诗鬼也不常见啊 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远古诗鬼的废墟那儿 我们去去故意打了一个 但是那个当时是做古尔威格的任务 也可以不打 包括索木尔那个也是可以不打 所以说这个也不是那么着急 你看看啊给的是啥玩意儿 背叛护身符 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装上以后啊 你按瞄准以后 然后再按这个R3 就会出一个小条看到没有 在这个小条走光之前 这个你瞄准的这个地方的敌人会动作变慢 那你就可以在他扔出弓箭什么冰球之前 你先扔出斧头 就这个作用 没什么卵油 好吧这个也没什么要升级 那看一下这个古老的禁忌之柄呢 可以升一下 这个坦格乔斯特和这个古老禁忌 选一个升到顶就行 我还是更偏爱这个古老禁忌 虽然这个雷神之拳的索尔之拳的那个伏饼 装等更高一些 那个升到顶是7级 咱们这个是5级 但是这个特点的这个彩 彩蛋的伏饼他家的这个点数很多 所以我还是选择这个 我们走远一点再回来 这个马上就可以接他第二个人 好那么我们这个接了这个任务呢 好那么我们接了这个任务呢 从这个传送门啊 现在有了这个传送门 做这些支线任务方便很多 咱们传到这个远古市轨废墟那 而那是最近的一个 所以说这个支线任务不提前做 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那个时候做的话 特别麻烦跑来跑去 划船什么的 现在可以随便传送 那我能找到 但这一段时间是很久了,他们为自己的名字 我认为这一件事 好,这边 米米尔讲了这个矮人兄弟Brock-Sindry做这个雷神之锤的故事 算是一个背景介绍,不过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到远古诗鬼废墟这儿呢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搜刮干净了,之前乌鸦也打了 然后那个卷轴,就是刚才我们去法复纳储物间出口的位置 两只羊头的那个地方 这个藏宝图就在刚才这个地方捡的 让我们到这个叫诺德里峡谷的地方 这个米妙你等一下,下次下次 你这个接完任务呢,他会给你一个钥匙 没这个钥匙,你这种副本是进不来的 放上钥匙就可以进去了 这个任务呢,从剧情上跟前一个联系的比较紧密 然后跟主线剧情也有一定的联系 所以说我就放在这个,安排在这个地方做 同时呢也可以达到不错的装备 sadely despite his wise counselors best efforts to pursuits he that peace was the only true part to save off ragnarok boden never let go of s obsession with you tenheim 奥并是个老宅男 只对知识感兴趣 绝对女人不改进去 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 新德里的分店 这个任务也是跟之前一样 隐藏的宝藏 前岸桶子什么特别多 新德里他还不想说下去 这个对话触发也比较重要 这个Sindry和Brock的两人的互动对话 儿子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父亲说杀家长注意方法 背后捅刀子 这也太不斯巴达了 这个不行 好我们这里顺着这个 非常明显的T的爬上来 这里有一个藏宝图的 这个挖宝藏的地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景 回忆起什么了吗 当然没有了 因为这个藏宝图 可能是好几个月前拿的 就这个 不是不是 这个从中取利 这个是在做那个提尔的团结套装 那个任务的时候 就是古尔维格那个任务 他们到那个一望小岛 是叫一望小岛 一望洞穴好像 那个场景 捡的这个藏宝图 那地方还接了一个 叫死亡货船的任务 是提尔的最后一件装备 我们现在没去做 接了没做 上来有一场 毫无威胁的这个杂兵战 但是呢 旁边又有一个这个 可以看到悬崖 老福星 发出了 哎呦 发出了这个会心一笑 哎呦 这这种亡灵很烦 就是你被他打中第一下以后 他会开始无限乱舞 你要是不躲开 或者说不防一下的话 会连中好几刀 所有人杀光以后 出一个这个乌妖 女巫 随便顺移 顺移吧 我们这个符文攻击 攒了一大堆 来挨个放就完事 现在打这个杂兵 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个符文攻击挨个放 放完要是还没死光 我们再这个冷却一下 基本上就就就搞定了 是吧 好我们注意看啊 这边有一个笼子里面 这个铁闸门里面有一个宝箱 我们把这个宝箱呢 标记成 宝箱A 因为这个路过的一些不能开的宝箱还挺多 要绕到后面去 但是咱们不要忘了 这个新德里的这两个任务各种搜挖 相比这个Block的两个任务呢 这个搜挖元素就不是很多 但是战斗非常硬核 其实新德里的那个储物间的任务还挺难的 战斗还比较硬核 倒是这个叫什么家族 家务士 这个任务的这个战斗部分非常水 你当面回解还行 当面这个太不尊重对手了 老父亲虽然老了 也是曾经的战神 一脚斯巴达直接下去 老父亲赶紧跟小战神解释 我得比较生气 等到时候把我也给冲刺了 尤其是奎叶不想 让他知道自己把这个宙斯父亲干死 这个这个命中率不行啊 被他打退了 打退了以后这个好多招都没挨上 所以说咱们都用到第三个这个符文技能 才把他才把他劝降 劝降 导致这个劝降以后都没用几下 这不就不行 你看他们所有这些小黄人都喜欢灰鞋 对他对到一条直线 注意走位对到一条直线 哎呦呦 算了 这种这种小黄人死了 又还会自爆 这个斧子呢 攻速会慢一点 但是斧子作为这个 可能是因为平衡性的关系 他的攻击力 单发攻击力会比较大 这链刃呢 虽然速度快范围广 但是单发的这个单一挥机的攻击力比较低 所以他会让你觉得这个呃 尤其是一些新玩家会觉得这个斧子也挺好用啊 不是这个避免出现这种 有了链刃就再也不用斧子的这种情况 好我们这边先不着急往那边走啊 先过来捡捡一个这个叫什么 捡一个文件 在这个这个这个传说传说 这叫什么哈伊扎发马尔 听上去好像阿拉伯味道很浓的一个一个一个名字 北后怎么会有这个 好这边我们又看到一个宝箱啊 在这个隔间里面 我们标记为宝箱币 现在还拿不到 我们绕路下去 刚才往那个前面走呢 就是正确的方向 这边呢我们走一个分岔路线去搜挖 上来的话不要忘记了 桶子 这个桶子都藏的非常硬 像这种宝箱掉的都是什么世界蛇的铃片啊 你看这下面还有两个桶子 但是这里不着急打 因为打了也捡不到 我们到下面的时候再去打这个 也不着也不迟 那这边又会刷这个孟业 孟业的话还是雷电剑 雷电剑 然后想办法用这个链刃去托他 你如果不让儿子这个辅助一下 他麻痹的话 这个你这个链刃甩上去 这个这个眼球他会瞬移 很烦 你要不在他这个攻击你的时候 抓抓他硬质 好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船 之前新德里说那帮这个 这帮贼啊逃到这个地方 看上去是他们的总部 那么你就过来搜怪看看摩刀士是不是在这儿 这儿是孟业 那儿是孟业的孟业? 你怎么知道吗? 这儿是孟业 这儿是孟业我们发现在他父亲的背后 他摆了他的土地 但这儿还不够了 我负负他 负负负负负负负 我猜想要是 这个年轻人的祝贝他 没有比较好跟其他人 他觉得自己处理好阔 他给他一个生命 我猜 看前面男子 在他的手上 的石头 好,那么过完剧情呢,马上就是一场这个比较硬核的战斗啊,但是呢,我们合理利用这个 一些技巧啊,就可以化现为一,我们先不要理这个荒原浪人,直接走人 到这个地方用儿子射箭配合一下,然后把这两个梦叶给秒掉,不要拖太久,要不然背后就被这荒原浪人给追上了 然后过来把这两个杂兵也给干了,尽量用这个调控,然后轻攻击连点,就掉下去摔死,摔死以后呢,哎,你发现了这个人过不来,过不来,你打我,你打我,你过来 好,这里呢,我们的炼刃啊,还是可以打到他的,但是他的这个武器各种攻击都达不到我们 这里我们这个猥琐一下,用一下这个下击之爪加外遇中击,来吧 这也是一场屠杀,用完冷却,再来 咱们的这个炼刃呢,目前没有这个远程的浮温攻击啊 好,上去趁他出影子,给他来一个劈砍 好,小心,他还是能打的 让儿子这个补到,完事 躲到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好处是背后刚才刷的那些弓箭手 不用管,这里呢,打死他以后,拿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护身符啊 叫做碎裂的古老铁手套啊 这个,这个是游戏里的一个彩蛋 他呢,致敬的是这个漫威电影里的那个无限手套 灭霸那个无限手套 我们这边把最后两个人给阴死 利用这个合理的,合理的站位啊 轻松搞定 本来你想,如果你在传手甲板这块打,他妈烦死 背后有人扔剑,前面这个又是荒原浪人 接下来就是搜刮time 这有好多东西可以搜刮 他和儿子开这个传奇宝像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乌鸦,这个就叫诺德里奥赛,一共两只乌鸦 然后在船的船副那儿啊,也有东西可以捡 一个藏宝图加上这个前箱子 这边还有这个标记可以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藏宝图,藏宝图是这个尼约德的将手 就是那个,梁老头划水那个雕像 就在那个叫什么,石匠水道好像,上一截,是上一截,上上一截的时候我们去的那个 这个,这一段我还重录过一次,之前我都录完,剪完 这个准备解说了,发现我从那个船,船腹里面忘记去了 重新录了,惨痛,那个地方确实挺容易漏的 然后刚才呢,我们这个,呃,就是 在我说这个这个船船腹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是从那个一个洞里面钻进去订了一个 留着毒的那个,灭世柱嘛 那个就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宝箱A 这边捡到儿子奥,大家可以自己暂停看 之前有同学说,我这个按得太快了,是停了一秒了 这次我停两秒,大家自己暂停 暂停太快了,来不及 儿子提,把这个遗书啊,儿子遗书还给他父亲了 就是相当于是个后续任务,叫做时间治愈一切 所以说新德里这边看上去是两个任务 其实呢,是两个半 咱们还要回一下法复纳的出现 之前那个宝箱B呢,是从边上绕过去的时候已经打掉了 我就不说了 这游戏刚才回到说刚才那个古老的那个什么破碎的古老铁手套 那个那个除了这个灭霸的这个手套以外 游戏当中还有六颗这个无限宝石 虽然它不叫原来那个名字,但是你可以从它的名字里面推测出它是哪一颗这个无限宝石 当然现在咱们身上一颗都没有 这个护身符啊,这个古老铁手套的这个护身符 同样也是要伸满机以后 伸满机以后才有用 它可以有三个镶嵌草,非常厉害 一般的这个护身符都没有镶嵌草的 但他只想了她的魔法吗? 对 这味道的瓦尼尔的魔法 带着他新的试验 新的试验 这个面边的故事这一段终于是说完了 后面还有下一段 我们下期再说了 给了我们一个奖励 这个叫哈伊扎发马尔之饼 不过这个手柄没什么用 不如我们现在这个古老经济 也不如这个坦克乔斯特 它可能不太看似的 但它是传统的魔法 我后来买了一个新的 我后来买了一个新的 我看到他咬着它 他说,我还没回答它 这个星的里的洁癖 这个碎裂的铁手套 这个要升到三级 他需要一个关键素材 就是龙肋 这个龙肋这个东西 咱们现在有两个怎么来的呢 第一个是解放那个 维瑟加德不是有一个巨龙 我们叫欧特的 我们解放了吗 那个给一个龙肋 然后登山过程当中 还杀了条龙 那个也给龙肋 后面还要解放其他龙 还要杀其他龙 这个到时候还会获得新的龙肋 全部拿起以后 才能把这个升到底 到那个时候的这个无限宝石 咱们应该也身上有几颗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装备 目前还是先用这个解放潜能 还挺好用的 看来 米米尔 这个这个故事带有一些色彩 想开车的时候 一脚踩出了油 踩出了这个刹车 这个故事呢 就是关于新德里克矮人和这个精灵的这个故事呢 我倒是之前没有查到 但是呢 有一个类似的 是关于这个弗雷亚 这里我们回到这个 法复纳的出屋间 去交一下这个时间至于一切的这个任务 这个直接交任务就行了 没什么路上没什么敌人什么的 有时候会刷 但是我不知道原因不明 有的时候就不刷 咱们这边一路过来就畅通无阻 说一下这个弗雷亚 弗雷亚呢 他有一串项链 叫布里希加曼 非常有名的那串项链 我们先看剧情 我们找到你的儿子 他... 他也被拒绝了 也我们找到一部分的他的记录 它似乎像是这样 你忍不忍杂了你 哟 很多好东西 那我做了 他怎么跑了 我去抗他 我们找到四个人附近他的 他们被拒绝了 啊 Vandrid always did keep his sword nice and sharp 一语语他拿起来 我 我 他是一个抗拒绝 但是 没有人在维尔哈拉 让我平安 谢谢 好 那么这个辛德里的任务啊 给的 好的这个报酬啊 终于入手了 就是这个咒术 还有就是之前那个手套 碎猎手套 反倒是辛德里给我们的那个什么扎衣 什么哈马什么玩意儿的 福病 那个没怎么用 没什么用 嗯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牛逼的咒术 是这个流程当中我第一个拿到提尔的碎片 你看他加的这个 点数都快赶上抗神符了 他只是一个咒术而已 这个是史诗级的咒术啊 其他咒术我们调整一下 刚才这个人也说了 他儿子去了华尔哈拉 英勇的战死 会去华尔哈拉 是吧 北欧人还挺信这个 继续说那个刚才弗雷雅的那个 他那双项链呢 他有一种魔力的就是 戴上的人啊 就会被别人喜欢 而且是无法抗拒的那种 就是人见人爱 俗称这个人见人爱项链 当年这个索尔女装大佬的时候呢 也是戴了这双项链 所以说也可能因为这个 项链的原因啊 那个 那个人锁链没认出来 What does Balder want with us? Well let's look at what we know Balder is Odin's finest tracker bar none If he wants you you have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hat Odin wants you and as for what Odin wants on this I have some expertise what could we have that Odin does he's like the king of gods of the ACRI but his reach is not unlimited and where he cannot reach he is preoccupied with going he certainly tortured me enough about it over the years 好那么这个 他这个项链是哪来的呢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说这个弗雷雅有一次出门啊 去这个矮人的洞穴 路过矮人洞穴的时候 那当然不是这俩矮人 不是Brock和Sindry 这里Brock也会触犯一段对话 Let me see if I have this right You and Sindry made me own here Yep And then Thor used it to kill a lot of people Your damn point Just seems like you're mad at each other about it Instead of being mad at Thor Kid I like you But you don't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complexity That he's what developed between family You don't hear me Lexering your old man How he ought to be raising you And believe me There's plenty to critique Sorry Brock He's trying to help Come on in 这个儿子想把这个 Brock和Sindry给劝和 但是似乎不是很成功 不是很顺利 这里我们可以伸一下 荒原浪人的胸甲了 刚才我们打死的那个荒原浪人给的素材 足够我们伸到五级了 多一个孔 但是提尔的那两件呢 还伸不了 他需要这个硬钢 硬钢之前伸起儿子的弓箭和箭筒用了 那么就这样吧 继续说 这个弗雷亚遇到了一个洞穴里面 有四个这个矮人 四个矮人 四个矮人呢 刚好打造完了一串项链 就是这个布里希加曼的项链 然后弗雷亚一看就心动了 这个项链特别特别好看 然后呢 他又是这个爱与美之神嘛 所以说呢 他这个变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特别想要这个项链 而且项链这个魔咒 能够让他变得更加迷人 以后使用美人剂可以更加方便 所以呢 他就问这个矮人 四个矮人要 但这个四个矮人呢 非常猥琐 你看是这个女神弗雷亚呢 就这样趁机捞一票 说这个你要是不走呢 跟我们在这个洞里面黑黑黑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项链免费送给你 这他妈是肉肠啊 肉肠 这个虽然 弗雷亚觉得这个四个矮人非常恶心 但是为了美 忍了 哦 我喜欢这个 我想问如果我写了 我写了 好 于是呢 这个弗雷亚呢 就跟这个四个矮人 在洞穴里面度过了四个不可描述的叶尔 最后呢 就获得了这串奖链 这里坐电梯的时候有好多这个对话给听 玩得似乎 有点自大有点膨胀 我们就把这儿留下了吗 我说 就是认识我们的佬 我们是个人才能感觉到很强的 可能你会觉得很严重 现在 跟力量的大机会很大 你可以自己的优劣 或者让你的佬 在众众员的众众 像齐尔的 人们真的爱他吧 我, 神的战争, 人的战争, 为了平安, 为了有厉害的价格, 用他的力量和知识来避免战争, 而是他们的良好的神。 在天上, 这也有可能会发生的。 提尔虽然是战神, 但是他是劝祥之神。 劝和,劝和。 刚才那个壁画我忘记看。 但是内幅也不是很重要的, 这边这幅信息量比较多。 大家自己看。 这里应该是游戏制作所买下的伏笔。 提尔又穿越这个国度的民意, 穿越到其他神话里去了。 最后这张图画的应该就是提尔建造提尔神殿的现场。 他认识到提尔的作业, 帮助他们的联织。 比较为帮助他们的秘密。 这是我同样的计划。 但是在提尔的问题, 我相信他对了。 你认识到提尔的帮助他们? 我知道。 他估认得负责, 照顾他们的经历。 我估计他有什么关系 帮他们遮掩他们的路线 他们失去了亚尔汉堂 是正确的 任何事起来 我相信 它只能跟Tier和Giants一起工作 刚才最后那张壁画上可以看到有巨人有精灵啊 之前弗雷亚也说过 提尔神殿是各族一起协助完成的 最后一次这个大团结的功臣 之后估计这个因为索尔到处屠杀巨人 这个大家种族之间就分崩离析了 提尔虽然是战神 但是他向往和平 这个和希腊战神差的也太远了 北欧呢 是有人向往战争的 是谁呢 就是奥丁 奥丁这个老狐狸非常坏 奥丁呢 他最喜欢人间打仗 你一打仗呢 就会有好多人英勇地战死 就会有好多人英勇地战死 然后他就去捞一条亡灵 送到瓦尔哈拉 准备这个诸人黄昏 跟这个艾基尔差不多 艾基尔是喜欢把这个船弄翻 然后去敛财 也难得这个幽默的吐槽一会 好 我们这个提尔地教的解谜呢 就是不断的捕获这个赫尔之风 拉风 然后呢 去解开这些房间里的机关 然后每个房间里呢 有一个是正确的道路 去另外一个房间 另外一个道路呢 就是搜挂 老父亲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棺材 老父亲 这还用说吗 我都搜挂多少年 好 这边要小心啊 这个尺寸 这个儿子是不会跟过来的 儿子有旁边有一个狗洞可以钻 应该也是游戏制作组 懒得制作这种 这个儿子又被齿轮刮到 可能又出现什么判定 然后AI算材又很复杂 直接让他钻狗洞就完事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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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父亲一看,这不是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吗? 提尔都去过希腊了,还带了点土特产回来,是个爱旅游的年轻人 转身看到了印有自己的周边,希腊出厂的瓦罐 奎耶看到熟悉又陌生的瓦罐 定型是思绪万千 瓦罐这种东西还是摔碎比较好 你必须忘记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好的 这边又可以调查一下,但是这个调查不知道为啥,这个案子一直没触发,我这只能快进一下,儿子一直不说话 那么稍微说一下这个提尔的这个故事 这里可以打掉一个封印,这个封印共三个 但是分的比较散 所以说呢,这个要留意一下 好,这里出去有一场战斗 但是因为中间有一个这个大坑 所以说该怎么做,大家应该心里有数是吧 我们换上刀刃之河,因为这个场景比较大 敌人四面八方的,用这个双巨人处地就不太好 你尽量想办法用 哎,this is Sparta 那么这个趁机讲一下这个提尔的背景设定啊 提尔在这个北游神话当中呢 并没有说是有有多么热爱和平 只能说是提尔是非常一个非常勇敢的这个神 虽然说这个提尔是战神 但是实际上阿萨神族里面输出最高的神 是索尔,是雷神 这个索尔的位置导致这个提尔这个战神 就地位就很尴尬 人民也比较爱戴他 然后他加上又有一把神器米尤尼尔 所以说呢,这个输出也高 打起来也厉害 所以这个提尔的位置就很尴尬 所以提尔的这个相比较索尔而言呢 这个故事就不是很多 索尔的故事比较多 而且索尔也比较受这个人民喜爱 其实想想也有道理 因为索尔他是雷神 北欧人民 最讨厌就是冬天了 冬天特别长 一打雷就说明什么 说明春天来了 所以说雷神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雷神呢,对于他们也很重要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雷神 话说之前说到这个这个洛基啊 他跟这个安格尔波达 生了三个孩子 有一个不是芬利尔狼吗 这个耶梦加德被扔到大海里面 然后赫尔被扔到了这个赫尔海姆海拉 被扔到赫尔海姆 这个这个芬利尔狼呢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小 所以说呢,奥丁就把他留在这个阿斯加德 想养养养看 万一能派上用场奖 奎爷不说 我不说 你们猜奎奎爷这个打碎次数最多的一个罐子 是哪个罐子呢 我们这边等一下赫尔之锋转过来 这个只要这个机关非常恶意 你过去拉风的时候 刚放上去 居然还有挡拆的过分 当然时间还是来得点 反应快点的话 这边这几个炮艇 这个眼球梦叶怪是会自爆的小小心子 让儿子解决也可以 说这个芬利尔狼呢 在阿萨阿斯加德啊 越长越大 看,我只想知道真实 好 你不在乎我还是不在乎 我希望学习 你不在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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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确的道路 但是要过来先捡一个这个符文石 然后再回到另外一条道路上 我们叫他血补一下 血没满有点强迫着难受 然后到这里来解一个谜 这里呢有一个诺伦女神的宝箱 但是我们现在血和这个魔法 血和怒气都满了 那么它就会变成其他的一些这个符文 这也是为了防止你这个只走主线 不走不走支线的话 这个血和怒气槽是木满的这个问题 这个之前战胜也有这样的传统 有宝箱会比需要的数量多一点 耐心一点 说这个芬利尔狼越长越大 大家就慢慢不敢喂他 因为他越来越凶了 真的变成狼 而且渐渐的比这个满还大了 然后呢这个为这个芬利尔狼的任务呢 就交给提尔 因为提尔非常勇敢 不怕死 好危险 然后呢大家觉得这个这个芬利尔狼啊 这样下去不行啊 这太危险了 迟早有一天要造反 所以呢建议把他捆起来 这边呢最后一个封印 咱们在楼下够不着 在最里圈 咱们跑到楼上去 到二楼呢有一场战斗啊 这场战斗呢处理的不是很好 我主要是想就是把敌人盯住 然后撞墙上摔碎 这样会解锁成就 然后就会赚一点经验 一共30个敌人这样处理掉的话 就可以赚到经验 但是呢开局这个处理的不是很到位 后面就打的比较惨 这里呢我们就接着讲刚才说的一半 众神想把这个芬利尔狼给锁起来 一开始呢找找一下铁链条 跟芬利尔狼说 这个我们想知道你有多大力气 是不是让我们试一下 试试看把你捆住能不能挣脱 结果呢这个虽然链条很粗 但是这个芬利尔狼轻松的挣脱了 轻松挣脱 然后呢这个众神就很慌 找了一条最粗最粗的这个阿萨 阿斯加德最粗最粗的项链 神索铁链 想把它捆起来 但是发现还是不行 这个分裂的狼还是挣脱了 而且这个挣脱以后分裂的狼就非常凶 非常生气啊 你们想套路是吧 还有点发现了 这个时候呢阿萨神组没办法 就只能去找这个矮人帮忙了 找到这个矮人broker syndrome 让他们帮忙打造一条这个 针不断的神组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矮人兄弟也是牛逼 啥单都接是吧 这个单他们也接了 他们用了一些 世界上非常私有的素材 比如说像什么猫的脚步声啊 还有什么石头里的这个树根啊 还有什么鱼的肺啊 还有女人的胡子啊 这些感觉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他用了这些东西呢 做了一条这个绳索 这条绳索呢 叫格雷普尼尔 我们把小圈的这个风啊 放到大圈里 这样楼下就够得着 这时候我们再下去 再穿再拉风 然后拿了这条绳索呢 非常细啊 看上去很不惊很不起眼 然后呢又让这个芬利尔狼来试一下 芬利尔狼觉得 觉得他们你们又想套路 是吧 而且这个这个绳索这么细啊 看上去就很可疑 所以说呢 这个 这里我们准备打boss了 上一期的boss是 在赫尔海姆的这个山怪 我们猜猜猜猜这一期的boss是谁 我们把这个双动N刺啊 装上升一级 这个技能是个平A流 非常实用的一个非常强力的招式 我们做好准备 当然现在还没有打boss一会儿啊 于是呢芬利尔狼一看这个情况 他就提议着说这个把我捆起来 试试可以 但是你们要有一个神把手放到我这个嘴里 这样啊 这样我才是这样作为一个担保啊 万一你们是想这个捆住我呢 是不是啊 让大家谁也不肯做这个 这么这么这么胆大的事情啊 于是呢提尔就说我来吧 那提尔非常勇敢 然后他就把这个手伸进去 然后呢 果然啊 那个绳子就像奎爷这里被捆住一样 芬利尔狼也就被捆住了捆得死死的 而且越挣扎越紧啊 啊 这里要解个谜啊 OK 谢谢 Hot is the server one he hunts them Skohl's gold and he chases the server For Ragnarok to happen they have to eat them but these are out of order Good boy So the moon goes on the left Sun on the right With Midgard in the middle 好 这里虽然是儿子解谜 但是你还是要指挥的 动脑子的是你 这里我们这个按照太阳在右边 月亮在左边 然后中间这个圆圈是米德加德 在中间 这个解谜本身不难 然后呢 刚才接着说 然后这个芬利尔狼就被捆住了 然后呢这个提尔的 胳膊也就被硬身咬下 所以呢 这个提尔从此就变成了独臂战神 所以北游的这个战神啊 他是只有一条胳膊的 所以就导致了在诸神的黄昏当中 他战力不足 所以没有成为第一输出梯队 也没有去跟芬利尔狼打 芬利尔狼最后是跟奥丁打的 好这边险情还没有解除 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 可爱心 老父亲把这个武器给儿子使不就完了吗 想当年在亚夫海姆的时候 儿子使斧头使得也挺好的呀 是吧 这个谜题我感觉有点问题 这个提尔当初是这样设计的吗 总感觉这个谜题是暴力破解的 不太对头 这个用老妈的匕首救了老爸 标准剧情 提尔在北欧神话当中的形象比较正面 当然故事其实也不是不是很多 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是老父亲脖子上的那个保护咒术啊 被这个藤蔓 藤蔓 给磨掉了 好这里下去呢 有一段剧情剧情玩了之后就是打boss 所以下去之前最好做好准备 所以下去之前最好做好准备 而且当你够准备 你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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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那是真正的力量的一戰爭 你永遠不忘了 好,那麼 來 Dream 這裡其實也是一個伏筆 為什麼提爾的這塊石頭在老父親手上就沒有反應 到了兒子手上就發光了 而且還是一次性 好,打boss了 這邊boss,山怪又是你 而且這次是兩隻山怪,一隻冰一隻火 這個山怪用相同屬性的武器去打 它是為彈刀的,一定要用不同屬性武器去打 然後加上這兩個人的血槽 HP槽是互相聯動的 就是一個血少的話 血多的人會給血少的人回血 所以說你如果把兩個留在場上的話 就非常麻煩 一會換武器換來換去 然後兩個人又不死 所以說咱們要想辦法快速秒掉一個 這樣打另外一個就輕鬆了 上來呢先用這個躲過這個火巨人的攻擊 用一下這個雙動之恩賜 然後迅速用輕輕輕重的這個連招 把他秒掉 同時注意一下這個旁邊那個冰巨人 他的動向是打完了 來不及說 這個這個 注意一下那個那個巨人動向 山怪,山怪 素材反复利用 好這邊拿到塔爾塔洛斯之怒 終於是第一個這個煉刃的重攻擊 盧恩符文重攻擊 我們升一級 這個還是非常有懷念的 這個應該是三代那個煉刃的L1加圓圈吧 L1加三角好像 L1加三角 我們來試一下 非常大氣 剛才那個BOSS沒講完 就是總之就是輕輕輕重那個連招 傷害爆炸 在這個雙動之恩賜 好像11秒時間內 應該是足夠時間 把他秒掉了 除非你被這個另外一個山怪給干擾到了 你那個打的話 你就躲一下就行了 然後接著對著一個輸出 輸出完以後呢 換成煉刃兩套符文攻擊 直接帶走 只要殺了快呢 那個回血就回不回不過來 然後最後打完以後呢 是會給一個這個 一個伏柄 好像是刀柄 煉刃刀吧 不過這個沒什麼用 咱們身上搜刮來的這些都比那個好 戀刃這個刀柄 之前我拿的是詛咒火焰那個 就基本上到 怎麼說呢 打完女武神之前都不用換了 打女武神之前 女武神王之前 可能要換一下 女武神那個刀把更厲害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期的搜刮 法國大儲物間和這個諾德里奧賽 都已經100%了 這個T2的神殿 因為後面還要再來 所以說沒有搜刮完 是 我們很近的 我們很近的結束 坐 我們很近的結尾 Lomnian wine The island of Lemnos Near the place of my birth Lemnos Do a journey's end 未成年人饮酒是犯法的 在国外这个很严格 不过他们是神也就算 可能 可能可爱心 爸爸带娃就是这样 这么随意 话说臭雞蛋不是什么 什么刘化青啊什么 酒里面可以出这种东西吗 这个酒气有点足 是不是田路的杂七杂八买 父亲 为什么你离开你的家 和来这里 这有关关系的 还有其他有的神仙吗 嗯 只是 你太厭了 你太厭了 但 Tier证明了 那些神仙可以做得好 你很高 你只剩下的那些 对吗 是的 啊 但谁是值得准备来判断 冷静了 我们是 我们知道更好 啊 似乎比较像你老大 现在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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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认为我喜欢一个神 刚才那场杂兵啊不是杂兵 BOSS战 太没有排面了 BOSS战打完以后呢 除了拿到塔尔塔罗斯之怒 那个福温以外 还拿到了混沌火焰 那么练刃可以升级了 现在早得有了 福温也有了 可以去约顿海姆了 那么这个 除了这个混沌火焰 还拿到了两个 斯瓦塔尔帕姆硬钢 我们先把混沌双刃升下机 然后把提尔的这两件 刚好 可以各升一级 升级一个就够了 硬钢 这样的话 咱们的 孔又多了 然后儿子爪弓不够 以后再说 这个下一级会拿到不少这个硬钢 上山的过程当中 下一级再说 然后咱们把这个咒术插一插的 这个整体的装等 装等 就差不多 接近6级了 好 然后这个伏饼什么的 护身符到时候再升一下 集到6级 6级的话 基本上就是游戏通关 就是主线通关 打boss差不多6级就可以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 也就到这 下集再见吧